在股市交易中 往往有这样一种大牛股的上涨阶段 在前期缓慢上涨 小蜡烛反复横摆盘整 或者是缩量下跌 而当一个重要的拐点来临之后 股价开始迅速的拉升 这一波的拉升 往往是上涨幅度最大的一波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主升浪的拉升 同时也是我们利润最丰厚的一波 那有些个股甚至能在短期内翻倍 如何才能找到这样上涨的非常好的股票呢 这就需要我们对庄家的操盘逻辑 以及重要的拐点有一个提前的研判 大家好我是Cherry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专题课程 在课程开始之前 建议大家先点赞收藏再观看 第一次听课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长期来收听我的内容 本视频内容仅供参考 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今天我们重点要讲解的是 解决主升浪拐点的问题 通过主力的视角 我给大家分享三类主升浪的拉升 主力拐点买入的战法 让你真正的实现拐点操盘 赚钱不难 稳赚主升浪的上涨行情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是主力 经典 拐点 买入战法 首先会出现一个股价的小幅上涨 这个呢是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 因为它已经出现了明确的上升趋势 开始呢是一个小角度 中阳线或者是小阳线 比较整齐的上涨 但是在上涨的末期 会出现一根加速大阳线 那么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拐点的买入方法 那买入之后后面就是主升浪的大幅的利润 我们可以稳赚 我们看一下这个个股 当然这个是特斯拉啊 它在拉升之前是怎么起来的 首先呢是上升趋势已经形成 只不过呢是小幅度的上涨没有那么快 然后关键性的大阳线突破 然后上涨的角度开始加大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主升浪拉升之前非常好的一个介入的位置 那么在这边呢 成交量跟着放大 同时大资金持续介入 又有大的阳线突破这个盘整的小平台 所以这个拐点介入 后期我们可以获取一波非常丰厚的利润 那关于这个模型 它的一个要点 首先来讲呢 在前期它是出现了一种比较稳的一种上升趋势 当天是放大量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种成交量的放大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确认了庄家的一种操作和介入 另外大阳线出现大的青色的蜡烛 大阳线出现 当这个角度改变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开始跟着进仓介入的时候 后面就是一幅大的主升浪的拉升 我们看在这个位置呢 下方的成交量 它是连续放大的 连续倍增 所以在这一个沾法里面 它的核心就是在突破平台的这个位置 在前期的小幅的上涨 这个平台突破的位置 一定会伴随着成交量的放大 那价升量增 后面才是我们的机会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是不是同样的类型 前期呢是一幅小幅的上涨 它的底和底是一次抬高的 也就确认了这是一个小的上升趋势 只是它上升的幅度比较缓 但是成交量翻倍放大 大阳线突破这个平台 这就是一个拐点的买入机会 那后期就是一种加速的上涨 所以这种主升浪的行情 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把握到 另外一种呢是小阴小阳反复盘整 刚才我们说了在主升浪拉升之前 它已经确认了是一种比较缓慢的上升趋势 那么这一个呢是小阴线和小阳线 反复的盘整交替出现是横摆站当的 但是这种趋势呢在慢慢的向上 所以同样的当我们看到成交量持续翻倍放量 同时大阳线突破这个小平台的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介入点 对这就是第一种方法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是主力拉升买入法 这个我们在2月22号的视频里面 已经详细给大家讲过了 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再多详细的去说 如果大家需要呢你可以去找在22号的 这个视频来详细的观看 主力拉升买入法 这个呢就是主力拉升之前 股票大的这种主升浪上涨之前 主力是怎么样提前去进场的 在这个里面我们借助的是威廉模型 WR也有很多朋友问这个WR的参数怎么样去设置 所以在咱的这个列装系列讲完之后 我会专门安排一节课 交给大家这个模型的参数 以及呢它在使用的时候注意的事项 包括根据我们的个果怎么样去量身定做 它最佳的一个参数 那改良后的这个威廉模型 我们默认的参数是21和42 有很多朋友来问啊 我们公开的就是统一的去说一下 就是21和42 那么这两条线的位置 第一个呢就是两条线高度年合 我们叫做天衣无缝 如果是跌破了80的位置 这就是我们一个短线的进场点 如果这两条线高度年合 而且是跌破50的这个位置 这就是我们一个中期的进场点 那么这两个买点也就奠定了 后期股价大幅上涨 我们中长线大波段利润的一个前提 所以在这个位置进场 我们就可以跟着阻力 跟着庄家买在上涨之前 这是第二种 叫做阻力拉升买入法 那第三种呢是黑马斗转经典的战法 也就是第三种阻声浪拉升之前 大家看阻声浪拉升之前 股价连续下跌 股价股票的趋势 根据我们学过的趋势理论 总共有三种 一种呢是上升趋势 横摆震荡趋势 再就是下跌趋势 下跌趋势并不意味着它趋势的一种结束 也不意味着后期继续会下跌 也有可能经过这一次调整 后面就迎来了阻声浪大的上涨行情 那我们现在学的这个黑马斗转经典战法 就属于这一类 阻声浪拉升之前 股价连续下跌 但是下跌的幅度和节奏控制的很好 当你发现一个股票它是有规律的下跌 而且呢下跌的这种节奏 很好的时候就一定不是散户所为 那这种呢往往是庄家所为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 庄家是不是在洗盘 在上节课我们学了庄家洗盘的两种手法 以及洗盘结束短期操作和中长期操作 一个精准的进场点 那么在这里呢 这种主声浪拉升之前 如果下跌的幅度和节奏都有规律 而股价突然发力放量大角度的上涨 这个时候也就是下一波主声浪 开始上涨的一个拐点 我们叫做黑马斗转 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场点 我们还是看特斯拉 在拉升之前 前面的这一波上涨 利润是翻倍的 甚至翻了三倍 但是在上涨的末期 出现了一根小的 类似于十字星的这么一根蜡烛 蜡烛的实体比较小 上影线多过这个实体的三倍 同时成交量倍增 成交量是翻倍的放量 放量股价暴涨 那也就意味着警惕它可能是阶段性局部的一个顶部 那果不其然后面就开始了这种下跌 反弹下跌反弹再下跌这么一种有规律的下跌 那这种呢就是阻力在洗盘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如果是股票下跌 伴随着是缩量 而且是有节奏有规律的下跌 那这就是主力庄家在洗盘的一种标志 他们并没有要离场 而且在这种关键的位置 在这种关键的位置 只跌 在庄家长期的成本线这个位置 它是只跌的 只跌 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么接下来大阳线再一次上涨 同时伴随着成交量的持续放大 这就是主力在拉升的一个确认 也就是我们主声浪再一次上涨行情的一个启动点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点位把握好 那后期这一波大幅的上涨 大家看这一波呢 差不多是从69左右 一路拉升到了400 300多 接近400 是不是这一波行情的利润是相当可期的 而且是在我们的把控之内的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模型 主声浪上涨之前第三类拐点买入的模型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怎么样去把握主力的拉升 主力庄家它是如何拉升的 我们对这三种模型呢 进行一下总结 第一种就是主力经典拐点买入模型 首先 股价开始的是小幅度的上涨 开始的是小幅度的上涨 然后出现了一个放量大阳线 突破这个小平台 这个拐点的位置 就是我们主声浪再一次拉升 能够把握的特别好的进场点 主力经典拐点买入法 或者是在这个位置呢 它可能是一个小阴小阳就是青色蜡烛也好 在高位粘合的这个位置 也就意味着股价的这种下跌已经进入了下跌的衰竭区域 它跌不动了 那既然跌不动了 后期一旦这威廉模型的这两条线跌破了80 就是我们短线的进场点 跌破50就是中线的进场点 特别是伴随着庄家他自己进场 更确认了主声浪拉升的一个开始 所以我们在这种位置去买入 都会买入在主力拉升之前 不是追涨 不是在高位被套 而是刚刚起涨的这种主声浪的拉升阶段 我们去买进 然后第三种呢 就是黑马抖转经典战法 它的前期在上涨的前期是股价下跌的 但是这种下跌的幅度不会特别的大 而且下跌的节奏控制的特别好 是有规律有规则的下跌 然后股价突然发力 放量成交量放大啊 放量大角度上涨 也就是说上涨的这种速度比较大 它跟水平面的位置是多过45度的 那么这种时候就是我们很好的 这一次介入的位置 这个呢 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三种 庄家主力拉升之前的一个动作 我们怎么样去把握这个主声浪 那如果是 经常追高 或者呢是经常被套的朋友 那我们就要注意 在星期三八点 我们会专门讲解 庄家操盘全流程里面的 最后一个环节 庄家是如何出货的 庄家在股市上有机会 那庄家走散户只剩卖出 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也就是在股市里面 我们怎么样先确保我们的本金是安全的 有机会打赚 没机会规避风险 然后把我们的利润牢牢的锁定 所以学会了这些方法 不论是上升趋势 横摆震荡趋势 还是下跌趋势 我们在股市里面 都不会在大亏小赚 反复的被套 反而是大赚小亏永不被套 这也就是我们学习 这个利润庄系列的一个目的 那好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